評判,各位來賓,各位同學,早安 歡迎歡迎來到第二屆香港中學辯論賽分組賽 今天的辯題是 隔方動物的價值與人類平等 月方動物的價值次於人類 先為大家介紹今天的評判 他們分別在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辯論隊隊長蘇啟華先生 香港科技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長林維俊先生 以及聖工會梁桂兒中學許可教練 我正代表比賽會今的三位評判 在白亡之中勃勇出席擔任時辭比賽的評判 接著為大家介紹今天的辯論員 家方名愛粉嶺陳振夏中學主辯楊子婷同學 作илось 一負陳約全同學 二負胡家衣同學 以及傑辯劉延同學 月方嘉樂塞勝深書院 主辯張巧悠同學 一負く盧子儀同學 二負陳彥寅同學 以及傑辯林巧悠同學 接著活選讀賽規 在比賽進行的時候 嚴金台商辯論言語台下對員以任何形式 包括其他通訊軟件作溝通 或者可以被取消參賽資格 譬如之間的通訊房間 也應該確保已經介入本會籌位 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 為人名書名可以使用外語 任何台商或台下發言 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者誹謗 各辯論員發言時間完結前一分鐘 計算提示一次釘 網面也會顯示一釘字樣 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一切時間以畫面為準 在發言時間終止時 終止前計算會連續按釘兩下釘釘 網面也會顯示兩釘字樣 使辯論員須盡快總結其發言 在發言時間終止時15秒過後 計算會連續按釘三下釘釘釘 網面也會顯示三釘字樣 而各名辯論員將會被扣分 扣分制度如下 15秒過後每過時5秒將在每位評判 給予的歌隊員之總分扣除5分 如此類推 不足5秒者也當5秒計算 各辯論員須在計時月名中之後 才可開始發言 如辯論須要發動單挑請了聊天室內申請 位於對方發言結束之後向主席示意 單挑會在歌輪發言結束之後進行 請問雙方對蔡規有沒有疑問 如果沒有的話比賽正式開始 此次我們先請雙方主席楊子庭同學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先向主席示意 請問主席評判聽不聽清楚 好 清楚的 可以 並 主席評判正庭各位 大家好 股市莊子庭物論指出 即使人和動物有分別 但都是沒有優勢之分 從今 許得身格則指出 人和動物都仍有平等的道德地位 而當能力固定 則跟似乎在不同的客觀環境內 所呈現的不同的價值 而人類就習慣按照喜好、經驗去進行價值判斷 在人類世界 老鼠髒髒、有害 但老鼠只是謀生、找食物 在兩種看法有差異之下 只以單一角度衡量價值 就只是限決全面 而要真正審字變題 根據提出新陳生態學的哲學家 阿倫奈斯都指出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具有價值 只顧一方權益 就只是違反了價值的平等 而我們更應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去看待事物 就算是老鼠也好 牠最為豹、蛇類的食物、果類植物的傳播途徑 都有牠的存在價值 而今天我分行兩篇題的標準是 當月光無法證明人類對於整個自然發展的價值 在高於動物的時候變題理應成立 而我方成立變題原因有二 第一,對生態的貢獻 聯合國環境規劃處主任 文森特·斯威尼都指出 在生態系統裡 不論昆蟲、鳥類 但仍然人類都緊密聯繫 要共同維護 而不同的動物 在不同的生態環境都有各自的幫助 就如蜜蜂 牠正正為地球上80%的植物傳播花粉 去幫植物繁殖 讓動物以牠為糧食 最好人類選擇而生存 除此之外 而蘭山鳥在每年 就需要500億隻狐蜜幼蟲作為適量 而蜆都是狼、狐狸的傻碎食物 而人類更是作為自然的一部分去索取資源 更應選擇尊重生態發展 就連哲學家周國平都指出 人類除了信應自然、按手本分 更應讓整個循環得以延續 總觀成個心態 動物專身負責自己的東西 而人類則遵守自然法則 兩者各知其的價值亦都相等 第二,維護地球發展 各位不妨自想想 在海洋沒有了魚去維持酸鹼食 結果令海水變酸 而沒有了鯊魚 魚就因為沒有了天積而過度反殖 讓海洋生態受危 在綠地 沒有生機散播穀物種子 沒有青蛙為養分循環提供幫助 令草蠻始終沒有食物 當地球的海洋被破壞 綠地缺乏殖物、動物天敵消失 就引致生態系統的失衡 影響最大的 不僅僅是動物 更是人類的生存環境 地球的長遠發展 而人類 都是集約去維護它們不會過度氾濫 都響性不被破壞 但在互惠影響之下 不保護最終受損的 就只是大家共同的生存環境 其實就以公司運作為例 老闆和員工都需要共同努力 才有公司的長遠發展 放一邊看到 人和動物各自不一 但都是為地球出一分力 而在兩者互惠影響 有相互依賴的模式下 這樣才有利於地球的長期發展 最後我方想問有方同學 當不同種類的動物 對大自然的功用都不同 而人類都無法取代的時候 為什麼有方同學會覺得 人的價值是高於動物呢 多謝各位 特方主辯使用時間為3分57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碟主 我們有請粵方主辯將響遊同學 您同樣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清探計自然示意 可以 可以 不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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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遇到一些技術問題 所以 不好意思 但是 坤先生不好意思 好 不明白 如果你準備好的話 我先想介紹一下 可以 叮 所以 生物別對待的方式 並非價值上的問題 而是道德上的問題 並不屬於今天的討論方式 有方同意 生命起源可謂切入變題中價值的角度之一 但問題在於 有方只選擇對自己有利的生命起源 生態價值等認證 其他的價值就要未知 不能衡量 一概疑論 然而 我們要當穩地審視變題 真正要衡量的是 在現實價值 在現實世界的實況之中 在生命有限期的限制之下 究竟人類和動物兩隻的價值為何 因此 我方贊成與方變題 原因有意 第一 先論東方哲學 道家指出 道生萬物的觀念 一齊源於都 價值亦在於此 但在道家的齊密論下 亦是一個更重要的考量 就是形體積極限 受惠天道極積繁 形積選 一於施也 道家主張的物極必反 指出當物種的形體發展 亦達到極限的時候 物種就必須要突破自身的形體 才能夠進一步的知能代 進一步修煉 例如動物要突破 就要通過死亡或得利的一個軀體 人要突破 就要得到成仙 更重要的是 道 是大自然的法則 而人類在感不同的實際度上 可以有藝術、詩詞、歌婦等 甚至是私善積德 人類可造的一變 比動物更多 亦因如此 傳統東方哲學中 講求輪迴的抗議 亦有層次之分 動物修煉成人 仍修煉成仙 正正一步一步 突破形體局限的說法 可見 由於動物實至於形體的局限 動物的價值 似於人類 第二 再令西方哲學 聖本督學院哲學教授賈丁斯指出 在天賦價值方面 即是人類如生俱留的生命、尊嚴等 都不同人類確實無高低之分 但要衡量整體的價值 便必須同時考慮天賦價值以外的工具價值 以及內在價值 先講工具價值 即是事物的實用價值 事實上所有生物的元氣代為宇宙服務 但同時受諸於宇宙的法則 所以要衡量多不同人類的實用性 便要著眼於良者對宇宙的貢獻 那方同意動物有一定的工具價值 例如對於生物多樣性或食物鏈的功效 然而 就連愛因斯坦都指出 宇宙的終極目的是為了進化 只其得以延續 不止近代科學家都同意 不止文明是宇宙進步中的最大任務 所以亦衍生出契義大少虎指數 指出地球文明屬於極低水平 但顯然而見的是 人類能夠對文明推進以及發展所造的 別言比動物更多 正如德國哲學家 那克斯也指 文明只會在人類之中出現 而非動物 所以就工具價值而言 人類對宇宙的工具價值比宇宙更高 而內在價值方面 即是物體本身具有的意義 包括禮教、美學、文化、歷史等等 柏拉圖就曾指出 人類是地球上唯一會沉走自我實現的物種 孤然 動物可能有生死以外的其他概念 例如生活雜星 但生存依舊是動物的首用目標 反之 人類並不局限於生存 人類能夠創造藝術 將手禮兒等 等得體悟自然的內在價值 因此 人類比以生存為著的動物內在價值更高 最後想問遊方 當今天便是所討論的內在價值的時候 是否同意討論 並不應該自作為生命的緣起呢? 如果是的時候 反正遊方一副以上數框架 和在座各位論證 對物如何在看不到上 或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上 與人類平等 多謝各位 逆方主便使用時間為4分07秒 沒有過時無需透分 接著我們有請 甲方一副尋衛全同學 來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傳統計時員先一 請問在座各位聽不聽清楚? 清楚 可以 叮 主席、評判者大家好 其實很明顯有方同學的主辯 是完全沒有聽過我方的開篇 其實我們今天不單止說說生命的價值 而是說一個人類和動物之間 對於大自然的貢獻 其他的實用性有多大 但相反 其實有方同學 剛剛認為人類的能力較大 他懂得詩詞歌賦 有不同的哲學思想等等 就認為他的價值是理應大過我們的動物 但其實今天我方 其實我不否認 人類是有他的獨特的價值 但今天我們衡量的價值 是否應該在人類的角度去出發 而是否只有一種方法可以衡量到我們現在人類和動物的價值 其實並不是的 原因在於今天我們在我們擅長的環境下 我們的價值自然才可以有價值更加高 例如我們一個醫生在街上走的時候 他的價值和一個路人和一個一般人 其實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但是當他面前發生了一種交通意外的時候 他的作用就來了 就是今天其實他可以協調了群眾 可以衛生者做最基礎的止血處理 也都可以在救護車道的時候和救護員去做交接 從而避免傷患的傷勢惡迫 而在這個時候他的價值自然就會比一般人更加大 但相反其實今天在不正常的環境下 價值自然就會較低 而有分同學一直用人類擅長的地方 來對比今天我們動物弱勢的地方 不如請問有分同學 這是否一個合理的比較點 而今天我們要客觀衡量人類和動物的兩者的價值時候 我們應該在大家各自擅長的地方來做一個比較 所以今天我們應該是用他們對大自然的貢獻 來作為一個標準 因為大自然是我們的環境 今天我們不同的動物對大自然的功能都有不同的 例如今天我們在土地為例 今天我們螞蟻幽引可以令到土壤疏鬆 保持土壤的氧氣和水分充足 亦促進有機物質的分解和放化 令本質上改善土壤的化學成分 從而可以修復到我現在土壤污染的問題 第二 在海洋方面 魚可以維護海洋的酸鹼值 從而減慢海洋酸化 海賴可以維護海草的生長 確保海洋的含氧量 和鱗蝦可以減少海洋表面的二氧化碳 從而減輕氣候變化問題 第三 對森林而言 星星和猿猴都可以作為種子的傳播媒介 促進森林的在生 從而可以維護動植物的多樣性和完整 其實來到最後 今天我們不會把魚放在陸地上 然後跟它說 你不可以像優勇那樣去改善土壤 所以你的價值就是低 但其實今天不會這樣說 原因在於今天是 魚在水裏才能發揮它真正的價值 而且我跟同學方論證 今天為什麼把動物 放入人類的社會討論角度 今天我們是有可比性的 而更重要的是 今天其實人類是無法取代動物的功能 同樣地動物也是無法取代人類 大家都是各施奇跡 不如請有份同學論證 大家在各施奇跡的情況下 為什麼兩者的價值會不一樣 多謝各位 隔方一副使用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我們有請月方一副勞子與同學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可以進度請向計算示意 是嗎?是嗎? 清楚 可以 定 還有各位大家好 首先來到月方一副的位置 先看今天有方法衡量變態的準則 他說所有東西都有價值 所以我們要從一個這麼宏觀的角度去看 然而我們今天應該要從大自然的角度去看 反之如果今天我方不能夠推論到 人類在自然的價值比動物更大 變態就已經成立 但原來今天有方法衡量是頂方不是甲方 他覺得原來今天只要認定到自然界 動物有多好 人類有多差 變態就成立 但你不要忘記有方法 你自己今天甲方的立場 是兩者的價值是對等 是同樣平等的時候 有方法 你主變同一副7分鐘的發言時間 從來沒有認定過 兩者如何平等 所以今天方法衡量是頂方 所以原來去到一副的位置 終於說 原來今天我們看大自然應該是 應該不應該跟一個人類的角度出發 應該跟大自然的角度出發 他還說今天我們月方 是一個單一的方式去看變態 但我方法衡量跟他說了 東方有一種價值可以去看度的價值 西方有三種價值 何來一種價值呢 就我知道你說 今天人類所有的都是自我中心 人類中心主義 但是公平、正義等等這些詞語 也是人類討論 但是問題是 價值這個詞語是人類定出來的 不代表我們的討論範圍 只是在於人類的 所以今天我們討論的價值 原來是宇宙的陳述 宇宙的法則 宇宙的發展上來講 人類和動物的價值 誰更加大呢 有方法衡量從來沒有回應過 所以今天一開始 主編跟我們講齊密論 齊密論 我方主編跟我們講 是天賦價值來的 我們承認這件事情 所以有方法衡量今天一副 看到我方很不尊重動物的 說我們認為動物沒有價值 魚跳上地面就沒有價值 但是不是 今天從來不是說動物沒有價值 人類的價值好像天一樣高 而是人類和動物同樣有他們的價值 各思其中 但是問題在於誰多和誰少 人類的動物 人類所做的能夠比較多 人類能夠保護 人類能夠保護地球 魚或者動物能夠只是在於自己生存所做的事情 不是說今天安分手機就等於價值相同 所以今天有方法很大的一個問題 兩個論點 不過是建基於食物鏈 他覺得人類有責任去保護這個生態 而有責任保護這個生態 最背後想說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人類有能力 所以他才有責任去保護生態 而人類是不是沒有保護生態 並不是的 人類有設立法律 人類有很多不同的道德 或者其他東西 可以能夠保護這些動物 是因為人類知道自己的價值 比動物更加大 人類有這個責任去保護牠們 就算是有方學 你自己的類比 你說老闆和員工做類比 老闆就是因為他的價值更加大 所以他有這個能力去保護自己的員工 所以這一點有方學 自己都說不過 尤其是更重點的是 我們今天不是說 我們要保護這個大字 而不保護牠們的時候 動物就會死 然後人類就會清爆 所以今天我們就從一個太過單一的方式行量 你真的忘記了的是 你作為一個隔方 你必須和我們認證 今天你最終要衡量的是什麼 而如何在你的立場中是平等的 這兩樣東西 謝謝各位 月科一副使用時間為3分10秒 我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我們有請隔方以赴胡家衛同學 理由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客人介紹思義 隔方發起單挑 好沒問題 我等一下 好 隔方申請單挑 請雙方派出隊員準備進行單挑 現在算讀賽規 單挑的邊緣必須為台商邊緣 並無權要求誰人作答 單挑必須在兩隊之間交替進行 由於本次單挑由隔方申請 因此先由隔方隊員發言 然後由月方一名隊員發言 上方輪流發言 直到時間用完為止 各隊好時累積計算 一方發言結束 即開始計算另一方發言 開始計算另一方用時 在重視限內各隊員的發言次序 次數同時不限 如果一方用時已經用完 另一方可以放棄發言 亦都可以輪流發言 直到時間用完為止 放棄發言者不影響氣氛 每方公會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在法定時間完結前15秒 計算將名中一次釘 網面會顯示一釘字樣 而是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終止時 計算會連續按釘兩下 釘釘 網面會顯示兩釘字樣 事辯論須立即停止發言 與不停止發言 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 請問雙方對蔡侯有沒有疑問 如果沒有的話 單挑正式開始 我們先請雙方同學開始你的發言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問雙方可以繼續嗎 我先試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聽不聽得清楚 清楚 可以 一方同學說 現在動物甚至乎是人類 它們各自各自的能力 在大自然當中 都是無法取代的時候 為何人類的價值是高於動物的 美鳳佗 你先告訴我 你的衡量價值去哪裏 有方同學 整個大自然當中 有方同學用海洋作為例子 鱗黑可以減少海洋表面的二氧化碳 這個東西是否人類都做到 人類當然能夠發展科技 減少二氧化碳 請問你 為何人類做到的時候 你認為動物的價值更大呢 有方同學說 人類可以發展科技減少二氧化碳 先解釋清楚 別提不提 人類要發展科技 前提的是消耗地球資源 趁著更多二氧化碳 減少那部分二氧化碳的時候 有方同學 現在動物本身在海洋當中都做到的時候 你覺得那些奇蹟有什麼問題 有方同學 發展文明是宇宙法則跟不同 有方同學說不說 有方同學說 人類文明 在人類角度上 原來本身的積責 有方同學說 先解釋 在大自然當中 各思奇蹟各有公用的時候 那有方同學成不成形呢 能力固定的時候 在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體現 所以有方同學 你今天的論點就是 大家各思奇蹟安走本分 但你作為一格格方 你不斷和我論證一下 為何今天各思奇蹟等於平等 有方同學和我論證一下 為何人類會發展文明 甚至那些 就可以漠視大自然 但彼此的付出 就等同於人類價值高於動物 非常好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同意了 發展文明是最大需要做的事 有方同學 發展文明 動物做得多些 還是人類能夠做得多些 有方同學會混淆事情 人類角度同學方說 人類會發展文明 動物不懂所謂價值得很高的時候 假方時間用完 反方上限29秒 是否會用完它 沒錯 稍等我一會 如果準備好的話請向計算示意 可以 定 請問大家好 有方同學 今天全場就是講三個字 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 原來 魚懂得噴波波 然後 人懂得不知做什麼 所以 人的價值 和魚的價值同等 但問題是 今天我們所說的 從來都不只是地球的層面 是宇宙的層面 當中的時候 原來我們說的 推動文明發展 有方同學 剛才已經承認了 推動宇宙文明發展 是最為重要的時候 為什麼今天我們要衡量動物和大人類的價值 應該是從 可能我們 星星 星星 月方時間用完 接下來我們回到 隔方義父胡家衛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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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算示意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請問聽不清楚這個聲音 可以再大聲一點點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請問聽不清楚的 OK 現在可以了 可以 定 尤方同學 今天首先你跟我說 宇宙 但是看清楚 宇宙 今天是否在一個 討論合適的角度 其實尤方已經是不同 主編一副 甚至是剛剛 單挑都已經 承認了一個 角視奇蹟 角視奇蹟 動物做的是 動物保護的角度 動物的公圈就是大戰 而人類的公圈就是社會 而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人類是有一個獨特性 但是今天其實動物都有 但是為什麼尤方同學 看不到動物 就是看人類而人類的角度 出發人類做到的事 其實今天動物做到的事 尤方不看 那是否動物 什麼都不用做 我們不用保育它 什麼法例都不應該有 尤方同學看出的實用 內在價值 請問對自然發展有什麼貢獻 尤方同學都不回答 尤方同學 尤方同學你說 偽想問 今天有沒有聽過對牛彈琴 尤方同學 現在我對牛彈琴 對植物彈琴 我和牠唱歌 牠是否會生得快些 而更加重要的是 尤方一負責問 尤方台有什麼科技 可以代替動物 的工作量 的貢獻 尤方不回答 尤方選擇逃避 其實都知道人類科技 根本就沒有辦法代替動物 在大自然對生態版塊的角色 的貢獻 這個就是正正動物的價值 它的獨特性 但是尤方看不到 其實今天生物循環不單是食物鏈 還關聯在生態版塊 今天食物鏈最低層的是植物 它作為第一層的食物供應 是影響整個食物鏈的循環 如果沒有任何一個 沒有其中一個的生態版塊 其實食物鏈就會斷裂 影響著動物 甚至人類的生存 而有分合今天其實就說 人類是懂得保育的 但是看清楚 今天人類對自然的 是有它的貢獻 但是同時今天是不同的自然空間下 動物和人類都是各自 其實價值又怎樣分高低呢? 而在尤方的邏輯裏面 保護者的價值就大於受保護者 那我知尤方邏輯 今天受保護 今天保安保護的政治高官 是不是等同保安的價值高過那些高官呢? 請尤方和論證 如何在不同的生態下 人類的貢獻實大過動物呢? 其實當今天 其實當今天的動物是有個貢獻 而人類都做不到的情況下 例如今天好像是在生態 就是圈下的空氣 鋌魚是做一個中介者 它在學家生態 可以封存33噸的二氧化碳 是大於1000棵樹的一年的種量 當它死後二氧化碳 是轉回被雨去減少 有了地球的二氧化碳含量 而植物多樣性方面 由方上聽的 鷹母透過食物 從水過去傳播種子 鳥仔透過食花物去傳播花粉 而生雞就傳播種子 種子 提升植癖 當今天動物都有不同環境 氣候下都有它維持生態的角色 為何不是平等 而有方今天就為能力越大 價值越大 按有方邏輯 今天能力越大 是不是就不需要有動物的存在 現在保育不用做 將動物的價值轉化為零呢? 我相信動物做不到的人類都做不到 但當他們今天各知其積 人類都要相互依賴的情況 為何不是平等呢? 多謝各位 隔方以赴使用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月方申請單挑 請雙方派出隊員準備進行單挑 好,如果月方同學準備好的話 請向計算示意 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聽到 正方準備好 士咪士咪請問聽得清楚嗎? 清楚 請問有方同學你剛剛所講的動物所貢獻出來的例子 是否出於他們本能的反應呢? 請問有方同學今天人類保養環境是否為了自己? 為了自己、為了動物、為了整個宇宙的發展 其實今天我們在說動物的作用不單是維持我們的環境 甚至維持我們人類的基本所需 這些是動物的功能嗎?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承認過了 我們的天賦價值我們沒有否認過 但除了在大自然的層面 你是不是應該要看回社會的層面 看回宇宙的層面 你承不承認發展文明是我們這個宇宙最終極的目標 最重要的目標 第一其實在說人類的發展角度 為何套用在動物身上? 那你為什麼說要發展大自然的角度 要套在我們人類的身上呢? 而我們人類是不是沒有為大自然作出貢獻呢? 但是我反問有方同學 動物有沒有向這個文明作出的貢獻 是不是少於人類? 第一其實按照有方同邏輯 今天人類不用發展大自然的話 其實我們住的地方都是一個大自然的地方來的 第二就是今天說動物的發展文明 其實動物本身其實都有文明的 例如螞蟻它都有個矮後 甚至它有些公蟻的情況 為什麼動物會沒有文明? 而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動物功能人類有沒有辦法取代? 所以我們明明說動物是有它的價值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多少的問題 所以有方同學 我想問你 同不同意動物所做出的貢獻 都是出於它的本能反應? 其實有方同學人類作出的貢獻 又是不是出現它的本能反應? 第二其實有方同學承認了 今天有些價值動物是有人類而沒辦法取代的 而相對而言 今天人類都有些價值 動物沒有辦法取代的時候 大家都是互相去依賴的時候 為什麼兩隻價值不是一樣? 請冷靜 當然不是 但是我想問 現在人所推出的這些 所謂的矮後可以有這個分配工作 人類是不是沒有? 好叮叮 月方時間用進反方 甲方上月9秒請問是否會用上來啊 是不是我說可以就定嗎? 是 好啊可以 丁 主持平衡 大家好 有方和我今早聊文明 但今天我提到矮 他其實也有文明的時間 有方來都答不了 而且更加現在人類和動物都沒有辦法被取代 下方時間用完 我們回到月方以赴陳彥宇同學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繼時言施衣 可以 在座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科同學覺得 今天我們只需要注重在大自然的發展 那想問 有科同學 你現在在教室裏面的投影機 你的電力是否覺得都不需要發展 都不需要發展這個文明呢 所以再下去了 你說大自然 各種生物都可以各思奇跡 但他們都是出於本能 他們是根據自己的生存規則去行刺 但人類就不同了 人類除了去生存之外 他們還會想到更多是什麼 美學嘛 哲學嘛 甚至是我們現在的辯論 請問動物可不可以做到這一點呢? 你說到說能力越大 是不是價值越大 不是 好像我們全球的傑出華人 或者諾貝爾獎的偉大人物 他們所奉獻給社會 和他們的價值 是無可否認給一般人高的 但是不是就代表著 這個社會不再需要尊重 和必然要另類對待 或者要佔踏我們這些普通人的生命價值呢? 顯然不是 所以今天我方就會從三個層面 再去一次地論證 為什麼人類的價值是比動物低的 首先第一說的是精神的修養 動物從來都不知道禮儀是什麼 他們知道搶食 他們看到別人的妻子 很漂亮 所以外交就要爭鬥 去搶別人的妻子回來 毫無餘地可淡 但是我們中國有個古話叫什麼? 我們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以其有五輪也 所以我們有測忍之心 我們有羞恥之心 我們有羞恨之心 我們有慈陽之心 我們有是非之心 我們尊重價值 比我們低的動物 我們有恐龍洋靈 我們有關外狀 我們學生有津貼 我們有生國歌 我們願意去關懷這些弱小 所以人間才不會大亂 不會像動物一樣 只是說得弱肉強食 反而願意和平地處理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這麼懂得如何去反思改正而進步 所以這個七百萬年來 人類才逐點逐點爬到它 生物圈的最頂層 而不是其他動物 第二 講到內在價值的問題 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藝術、音樂、文字、文化、歷史、經濟、哲學、辯論 我想問 動力物是不是他們都有呢? 他們有沒有去思考過 有沒有發展過呢? 沒有 你剛剛所說動物所做的一些貢獻 只不過是因為他們 迫於他們的生存問題 所以去做一些貢獻 但是他們不是故意做出去 去為其他動物 或者是人類的服務 這個不是他們的初衷 但是我們去研究這些東西 就是嘗試去發掘宇宙的這麼多 第三 講到工具價值 講到發展文明 宇宙進步的最終極目 是宇宙進步的最終極目標 這個愛因斯坦提出 所以我們才會有科技 我們有電力 我們有機械 甚至看看你們的周圍 我們這份島是由我們的打印機人出來的 而我們現在面前的電腦 幫我們找這麼多的資訊 幫助我們去比賽的時候 這些偉大的發明 就是工具文明的一大步 所以馬斯克說得很對 人類在地球上面 唯一能夠觀察、思考、分析、探索宇宙的生物 唯一一個可以理解宇宙法則、物理定律 換其他任何一個動物都不可以做到 當鳥今天可以飛到1萬米 人就可以發明火箭去飛出10萬米 這個就是人類的價值 多謝各位 月光以負送時間為3分09秒 我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會在台下發問的環節 每間院下有兩次台下發言的機會 即使和提問的對象 必須為對方的辯論員 台下發言者無權要求隨人作答 每位台下發問者的發言時間為1分鐘 在發言時間完結前15秒 計算將名中一次釘 畫面亦會顯示一釘字樣 而是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發言時間終止時 計算會連續按釘兩下 釘釘 畫面亦會顯示兩釘字樣 是台下發言者必須立即停止發現 如不停止發現 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現 任何一方在30秒內 未能派出代表作台下發問 當自動欺權論 台下發言者必須發問 否則發問一方無分 對方可得該提前滿分 若有任何爭議 而評判的意見為準 任何一方在對方台下發言 一分鐘內未能派出代表作答 當自動欺權論 在一分鐘時間完結 計算完將名中一次釘 而是辯論原因進促進行答辯 各隊員工有兩次答辯時間 每次答辯時間為一分鐘 在發言時間完結前15秒 計算將名中一次釘 畫面亦會顯示一釘字樣 以至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發言時間終止時 計算會連續按釘兩下 釘釘 畫面亦會顯示兩釘字樣 時台下發言者必須立即停止發現 如不停止發言 而即將立即終止其發言 首先有請頂方同學做第一次的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客人計算試意 可以 定 評判主席還有各位 有分同學今天說了很多價值 但都沒有否認價值 因為環境改變 今天有分同學完全沒有跟我們討論過 今天對於環境的價值又如何 而今天動物有這麼多貢獻的時候 是不是他們價值又完全沒有 而有分同學問人類的價值在哪 我方今天說了人類的價值 正正就是保育動物去協調自然的發展 見到勤能絕種的時候 我們會給予幫助 這些就正正是人類的作用 所以今天我方看到人類和動物都有作用的時候 為什麼價值不是平等 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 我們今天行動變題 為什麼只是以人類的角度出發呢 多謝各位 方方同學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叮 每次稍微請入審 沙櫃 再次着給這邊 一次 再次請下一次 請點擊 諸篇 打線 整 丁! 準備的時間結束,有請反方同學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清醒的事不事意 是米是米 清楚 可以 丁! 簡單回答辯方圖,今天我們從來都不是從單一角度出發去看 首先東方道的價值,從來都不是從人的角度去看 而第二,西方角度三個價值都並不是說這一樣 天賦價值,它自己是兩者相當 拿著的價值和高的價值都並不是說人類的價值必然更高 第二,同來我從來都沒有說過,今天動物的價值是零 只不過是說,今天動物的價值就是在於人類可能有些位置做不到 動物就做不到,這就是動物的價值 但是它的價值是出於它自己的本能 牛懂得發放一些令到空氣變得好的物體 是它自己的本能 但是並不是說,人類除了能夠做到的 不是說你說得那麼低,那麼少 不是說人類的價值,只是在於保護動物 人類的價值不只是公共人 因為人類能夠發展美學,發展其他東西的時候 它是能夠推動文明的進步 所以今天動物的價值和我們人類做比較 但是問題就是在於矮能夠起矮 你怎樣能夠和我們人類起大橋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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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清楚? 清楚 可以 定 還有各位,今天有方是矛盾的 開面的時候和我方說 限量動物與人類之間的價值 就應該怎樣看呢? 對生態都有貢獻 有貢獻就等於大家都是共生的 大家都有價值,就代表大家價值平等 但有方其實都知道這個說法是過不過去的 大家都有價值,但不代表都是平等 所以一副的時候就鬼怕後面就是這樣 轉了立場,就是於是在哪個場景 如果是擅長的場景 就例如醫生救人的時候價值物就是最高 足球員在足球場的價值物就是最高 所以簡單問你,我方從開面到現在告訴你 對於大自然最右方第二個論點 例如地球或者我方說的宇宙上面 在這個場景最核心的就是要發展文明 這樣就可以延長到地球的發展 延續到宇宙的生命 在這個場景之下,想問右方 既然要發展文明才是最重要 沒有反對過的時候 動物在發展文明之下 如何做到與人類同等的貢獻呢? 請右方正面論證,多謝各位 各方同學有1分鐘時間準備 叮 謝謝 準備時間結束有請隔方同學答辯 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介紹完CE 請問清楚嗎 清楚 可以 定 主要評判長 各位大家好 有幫我今天跟我們說多角度 但是他跟我們說 原來多角度是東風和西方的角度 但是這兩種角度不是人類的角度 而第二件事 有幫我今天跟我們說貢獻 有幫我今天跟我們說 文明就是對於宇宙世界的貢獻 但是我想問回有幫我 今天文明的發展是否建基於 在動物的生態環境保護之下呢 如果是世界末日的情況之下 人類的物名又怎樣去發展 今天有幫我密西西 以人類的角度去看的時候呢 只要看人類的長處 就不看回其他角度的情況之下 那些動物都有牠的長處 例如馬雅一牠為土地去通氣的情況之下 可以為土養提供一個養分 而請問這些動物 在牠的生態環境去做到的事情 人類有沒有辦法去取代牠 在那個生態環境下做的作用呢 尤方今天要論正面 就一定要正面回答 收席位 收席位 有請隔方同學做 第二次的頭額翻問 你在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總共青銀計算CE 有請隔方同學做第二次頭額翻問 有請隔方同學做第二次頭額翻問 請問聽不聽到 聽到 可以 聽 主席評判著著 各位大家好 有可能我今天講到 人類可以衝出宇宙 大家先教清楚 人類現在是否可以離開地球生存呢 根據哲學家湯姆雷根提出的 個體平等量 是以生命的本有價值為基準 去遵守自然法則 而在每條生命值得尊重之下 就更加不存在 因為人和動物有分別 我方就想問 今天 有方同學說 不斷說人類的發展很重要 但如果今天沒有動物的幫助 人類的文明 還可不可以繼續發展呢 多謝各位 加油 月方還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噌 手衝 謝謝 請願 每次 EV,至 ABS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有请月芳同学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计时人思议 是吗?是吗?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除 可以 今天我方不明白,究竟有方同学你说哪一方面需要帮助 我们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方面,所以我答不了你 但今天我们讲的是,我们从主辩开始说 从来没有否认过动物的价值 但我今天的变态是说什么?是高低之分 所以说高低之分的时候,我们讲到它文明 说到地球有一天总是要毁灭的时候 这个宇宙大爆炸,总要毁灭的时候 我们是否要发展文明,我们要发展科技,要带整个地球 整个地球的生物和人一起去搬迁呢? 这个目标看着很遥远,但的确只有人类的科技才可以达到 所以重新回刚刚游方同学的问题 游方同学一直都是觉得动物对大自然有贡献 但所方的有贡献一直都是出于本能的反应 而不是本身的猜中 多谢各位 有请月方同学在第二次的同学回问 你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她计算思议 试咪试咪试咪,请问听得清楚 清楚 清楚 可以 可以 叮 准备各位,来到有方异父的时候 终于听到这个真正的立场了 因为甲方异父自己都亲口承认人类是有独特性的存在 但准备各位,各司奇迹是不是就等于一个共同的价值在这里呢? 首先我方提出内在价值的时候 有方异父提出对牛弹琴的例子 但准备各位对牛弹琴的下一句是晒气 所以就是正正动物没有内在价值 没有懂得这个艺术情组的功能的时候 就是正正内在价值比人类更小 所以剩下就是实践度和对宇宙的价值有没有贡献等等的问题 所以有方自己都承认的 其实发展文明当是宇宙最大任务的时候 只不过大家都是各司奇迹 所以当动物好像有些文明的时候就代表它们是平等的 但准备各位,有、没有、多和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所以简单就是有方同学 当世界是由人类、植物、动物、甚至死物一起组成的时候 大家去到最后都是各司其得的时候 是不是在你的世界里面最大价值是粒子的呢? 因为由粒子而生的所有东西都对世界有贡献的时候 所以再问一下,价值是不平等的呢? 多谢各位 家方同学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钉 多谢观看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有请教方同学答辩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示与示意 准备评判作作 各位请问听不听清楚 清楚 可以 定 有方同学说粒子重不重 粒子重因为人和动物都是粒子造成的 整个宇宙有方的宇宙玄学都说的是粒子造成 有方你的玄学都说 其实人的造型都是本能 有方又说对流弹是否浪费 没有内在价值 有方你的价值又摇摆不定 那这个价值又是什么呢 其实今天有方说要文明发展 但文明发展的前提是什么 是生态系统 今天有方过桥抽板 那个朝鲁敲就说 今天动物贡献给大自然 人类就向大自然索取资源 才有今天的发展 有今天有方同学所说的玄学有艺术 但有方又说拿完大自然的资源 又说人家动物 人家大自然的价值低 今天有方同学你又想怎样呢 不如我们不要向大自然拿资源 更加注意的是人类今天是要依赖着动物 才有可以维持正常生活 动物就需要人类的保护 而两只相互相成互相依赖 为什么人类和动物的价值不是平等呢 请有方同学好好认识 为什么今天 今天我们 多谢各位 现在有两分钟时间 给予双方作总结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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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听听听不清楚 清楚 可以 評判早上各位,大家好,幾百年來,判定價值的爭議 無論是一種行為上的價值,一個物品的價值,想要寫的價值 甚至今天變成說動物和人類在對宇宙文明方面發展的價值 都是很多思想價值想探譜的主題 而至今眾多的哲學家依然都沒有一個具零價性 好像有公開篇書說,一個要客觀,一個清晰,或者一個準則去行為價值 但是是不是就代表著今天的變態無期討論空間呢? 並不是的,因為原來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 在東方世界的思想裏,價值是等於道 道背後有其形態限制,所以我們說人類的發展比動物的發展可以更加多 西方的哲理又教識我們,原來這個世界上有天賦價值 天賦價值有方同意的,說人類和動物都是平等的 然而忽視了的正正是內在的價值和工具價值 而這些才是我們今天正正應該討論的價值 今天全場辯論比賽,有方同學依然沒有辦法解答以下這三大問題 第一是視野狹窄的問題 有方知道動物和人類的生命有其價值 在起源價值上,就是我們所說道的層面或者天賦價值上 人類和動物相等,到後場有方同學在各位說 不是啊,原來東方哲學,西方哲學都好,全部都是人類發展出來的 等於先有方同學,在你所說的,生命有其價值 這些概念,這些思想,是不是人類想出來? 價值這個詞語,在人類的概念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說價值不能夠套用在任何一種生物 或者是任何一種生態,世界裏面的東西上面,並不是的 於是有方同學就發生異議事者了 然後就說,沒有了任何一種動物 沒有了事,沒有了蜜蜂,沒有了怎樣怎樣 生態點就會崩潰,文明就發展不了下去 有方同學其實都同意的 是需要文明的這個狀態 我們才可以做到發展到宇宙出來 然後這個才是我們必需要的狀態 但是有方同學去到後場又說,都是角色奇蹟 所以兩種價值就等於相同 有方同學怎樣叫做論證自己的 甲方的論證責任呢? 第二,是不了解我方主線的問題 我方由主編開始一直在說,有不同的價值 有不同的概念 所以說譬如,拿了價值、失用價值 這些所謂的美學、歷史 對於發展的層面上,我們有不同的工具上的 失用性上的價值等等 有方同學出示了,有方同學說 螞蟻可以有其文明 螞蟻可以發展到它的皇宮,去幫螞蟻後等等 但是等等,有方同學說 你會發現螞蟻有其文明 是因為你有這個能力去譬如 拿一部攝影機去探索 才會發現原來它也在做發展文明的事情 但是現在這個狀態下 我們就知道在未來或者未知的情況下 我們根本不確定或者不能夠肯定 動物在發展的價值能夠跟人類相同 所以有方同學在一個不知的狀態下 怎樣再做那位論證 動物的價值能夠跟人類平等呢? 再說下去,有方同學由主編開始說 只要動物有貢獻,人類都有貢獻 就等於大家各私奇跡就進入方的論證責任了 但是各私奇跡並不等於平等的嘛 就好像去到後場我們所說 在各私奇跡的情況下 我們都會分貢獻哪個最多,哪個比較少 而在這個文明的層面上 我們都很清楚地知道 或者我們穩心地在做個位置 在發展文明的層面上 這三百多年,四百多年來 告訴大家,答案正正就是人類 可以做得比動物更加多 在未有人類的文明出現之前 再有個位置看到動物的生態 只要若肉強食的世界 或者是進行世界的生命的時候 是不是就等於動物有其的責任呢? 所以到最後 根本有方同學都沒有論證過自己的各方變題 多謝各位 月方結辯所用時間為四分零八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最後我們有請 夾方結辯留言同學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客人計時不示意 各位 主持平凡帝各位 聴管聽不聽清楚? 解釋 聰 樹且平凡帝各位大家好 其實為了這場比賽 實際是無論夾方還是謙方都可能做了很久 而兩者設定變態的視覺都有所不同 其实不能发现的 尤方今天全场都是以人类为中心 去看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价值 尤方今天说多角度 但是今天多角度就是古今中 但是它们都是人 尤方又跟我们说 人类懂得艺术会创造文明 尤方一边跟我们说艺术 一边又跟我们说实用价值的情况 那价值又在哪里呢 现在还有的是 这种能力对身体而言有什么价值呢 尤方在大自然里面 尤方全场说了 空气土壤海润不同的范围 人类都无法超越动物 尤方也无法提出一个例子的情况 根本动物和人类都无可取胎 大家的角色其实价值都一样 尤方跟我们说宇宙 说圆核 但其实尤方也说过 天地愿我唯身愿我唯一 尤方今天站在人类角度去看 就好像招摇游那样 它觉得 尤方只是躺在那里 不懂考虑就觉得没用 但是其实尤方自己都说过 密密信应自然 就可以发挥它自己的带用 然后帮我今天 从人类的角度去正立变体 如果今天是有炳方去认证 动物价值比人类高的时候 是不是一句人类飞得不够动物 好 跑一跑不过 又又有不过动物 是不是就可以正立变体呢 尤方我忽视了动物的贡献 那个桥的插板 就忽视了动物人类 它在自然里面都无可取代 尤方我都承认了 但自然的人类 动物都是各自有贡献 尤方我一顾就说 动物是出自本能去贡献 价值又低人一顿 你今天是不是父母本能去保护自己子女的时候 价值就比其他去保护儿童的人低呢 其实说到底 人类、动物同为生物 同为地球一分子 我们不应该这么核责 就是以人类角度去 在两者之间的价值 而是在自然的不同平台下 审视今天的变体 综合全场 其实不难发言 今天甲方最大的逻辑就是 不同平台下 不同生物都有不同的贡献 所以动物和人类的价值 对于身体圈来说 是无分高低利益平等 而越方就认为 不同平台下 人类都是一种超然性 它可以在不同平台下 都被其他动物的贡献更加一筹 就着不同的想法 甲方就产生了以下的讨论区域 第一 在自然里面 人类和动物扮演什么角色 有方跟我们说 人类做到常做文明 懂得美学 所以价值又凌鸡于动物 但是我方言以赴都说过 能力的差异 不代表两者之间的价值 会有高低 现在更重要的是 今天审视变体 你应该以更加横观的大自然角度 去看回两种物种之间的角色 它们对于生物的环境的贡献 其实每种生物都有不同能力的能力 价值在不同的时刻 下方条件的情景都发挥了它相应的价值 而今天 所以共同体 人类和动物之间 它在不同的价值 情景下去发挥不同的价值 所以它们的角色 就算功能不同 都好 对身体型的价值都平等 第二 人类是不是真的无所不能 可以做完其他动物做的事 我方全场都拿了不同的身体空间去论证 不同平台下动物的作用 今天我方一再失意的情况之下 都论证不了 为什么今天人类在不同平台下 可以做到动物做到的事 甚至是大过动物 我明天我方都知道 人类不是万能的 又方就算复制到人类的功能 就是背后用回自然的资源去做 而动物在这个平台下 完全是利用自己的功能 但入方我今天要做成立变态 完全没有解释过 就算人类是制度功能都好 以及在这个平台上的贡献 很超越人类 但是这种付出具有可持续性的价值情况之下 任方又怎么论证 两者之间的价值会有一种高低呢 其实大家都觉得自己去做的时候 根本無法分度高低,多謝各位 甲方結辯,使用時間為4分16秒 有過時,需要在每位評判的分子上扣除5分 經過一番爭辯之後,比賽告一段 在宣佈結果之前,我們有請各位評判 就今天對賽雙方的表現及一寫寶貴的意見 我們先請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辯論隊隊長蘇啟華先生 大家好,聽得清楚嗎?請問 清楚的 好,首先要讚賞這麼多位同學 星期日的10點鐘都要這麼早排起來打比賽 還要打得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八位同學值得給一點點認識自己的貢獻和自己的成果 第一點,我覺得今場很令我驚喜的地方是 其實今場的八個邊緣,乃至台下問問題的邊緣來說 你們的邊緣都是相當成熟 這個成熟不單是體現在你們說話的能力 例如語速語調你們怎樣用感情怎樣強調 更加重要的是你們的結構方面 你們的稿件的結構方面 基本上每一份稿件我都見到它完整 先不說內容,但你們的加構完整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 舉個例子幾位富便 幾位富便你都很清楚地跟我說 你們每一版你們打算說些什麼 那個內容是些什麼 這件事其實是很幫助到評判 例如我去聽你們說什麼 這個值得讚賞的地方 除此之外,然後就是雙方的主線架構 雖然說主線可能多多少少都是因為雙方的教練出的 但我覺得雙方和你都要可以自豪的地方 就是在於你們找的資料很多 正反雙方,不好意思,夾月雙方今天 其實找的資料很多都是見到一些哲學 一些道家思想 比如說雙方都提及過齊密論 莊子蕭如遊或者道家思想 深刻可能還有一些西方的哲學家 或者不同的生態學家他們的說法 這些那麼多不同的資料用不同的論句 如例去論證今天的辯題 我覺得是值得欣賞的 講完這些讚賞的地方 有一點點可能是我個人的意見 首先講一下隔方 隔方今天講的東西 好像你總結一樣 其實非常簡單 對於大自然的價值來說 人類與動物角色奇跡 而且互相不能被取代的情況之下 所以雙方的價值平等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成語粵方提出就是 角色奇跡其實並不是必然等於價值平等 而這件事這個問題 他們粵方自從一副提出來之後 隔方其實是沒有 在我的角度來看沒有正面回答過 你們更多時候 基本上是用兩種答法 第一種是重複你們的說法 就是說角色奇跡互相不能取代 然後祈求評判會認同你的說法 另一種你們是用一個反問的形式 就是問為什麼 人類與動物在角色奇跡 以及互相不能取代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價值並不是相等呢 你問了這個問題出來之後 其實我也很疑惑 老實說他們相等還是不相等呢 這個是隔方今天未能夠說服到我 未能夠給我一個很完整的標準 為什麼人類與動物的價值相等 因為隔方今天在主編開出來的標準 你是跟我說按照對大自然的價值 好 那你整場下來 動物的價值 螞蟻說魚 說螞蟻說魚 還有很多不同的動物 它對於生態的架構來說 都是非常必可可笑 但是 人類的價值在哪裡呢 人類的價值 你們這場比賽是極少涉足的 我沒有記錯 當然只有三四次你有提及過人類 至於生態系統 就是按照你的隔方的標準 人類對於大自然的貢獻是什麼呢 有說過可以保育一些絕種動物 可以協調自然生態的發展 但怎樣做呢 我其實聽不到細節 更何況這件事引申到我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假如今天隔方真的完完全全用對大自然的貢獻來看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神秘的問題 就是假如地球人類消失了之後 我們大自然的生態會好了還是不好了呢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們在生活中經常聽到人類對大自然很多污染 我想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污染 應該是大於人類對大自然的貢獻以及保護的 我想多多少少從我們投入資源和我們造成的成果來看 這個問題就是人類對大自然的貢獻 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像隔方所幻想出來這麼高呢 這件事我是有疑問的 不過月方沒有捉到這個問題 隔方也好像沒有嘗試去捉及這個問題 就令到這件事不了了之 但是我覺得隔方 如果你今天的站方是說人類與動物平等的情況之下 你除了你有三個任務需要做 第一就是好像月方所說 你要有一個比較的平台 要有方法去比較他們高低 第二講動物的價值 第三你要講人類有什麼價值 你才可以完成整個站方的論證責任 如果不然現在其實很難去說服評判 為什麼人類與動物是相等價值 針對其中一個說法 人類與動物之所以是相等 是因為他們各司其職以及互相不能取代 月方他們就說國師其職 國師其職其實不等同於價值相同 這件事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用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 例如說一架飛機 它根本的任務就是要飛到 就是起飛 無論它載什麼都好 無論它在天空飛 載人載物 或者做其他偵探任務之類的 一架飛機最重要的任務 它根本是要飛得起 一架飛機的架構裡面 一定有燃油 有它的引擎 可能會有一個自動導航系統 但同樣地還有很多的 就是可能在看接這些機件上面 要用到的螺絲 這裡每一件事 他們每一件事都是各司其職 都是必不可笑 這四件事對於飛機起飛來講 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但這裡並不是每一件事 對於飛機來說都是一個起飛的充分條件 什麼意思呢 即是飛機要起飛 你沒有了一顆螺絲 飛機會散這件事 是一件正常的事 必要 但有沒有這顆螺絲 對於飛機飛不飛得起 其實是不構成任何影響 這個就是套用回甲方 今天的情況就是 每一種動物和人類 對於自然生態 都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但他們對於生態的平衡 對於生態的發展 他們並不是一個充分的條件 這個是少少insight 接著講回粵方的情況 雖然我覺得你們在很多去捉對方的 去捉甲方的一些 去問問題 去攻擊甲方的情況之下 你們其實說得很好 就是很多去捉對方的事情 比如說一虎 一虎我覺得 一虎我覺得 今天其實做得不錯 你們可以捉得到 甲一打你們到草人 說你們用單一角度 其實不是 你們主要面有很多種不同的角度 跟著說定義 還有很多問題上這些 你們去攻擊對方的問題是很好的 但相對應對 你們論述自己的主線上面 其實是有少許失誤的 這個我用失誤而不是不足的地方 是因為我覺得你們有少許走火 沒有去到後段 我沒有記錯的話 粵方主便是一開始跟我說 宇宙的發展 宇宙的根本目的 其實不是文明 宇宙的根本目的我沒有記錯 你跟我說其實是進化 我沒有記錯 我不肯定 只不過為何文明這麼重要 因為文明是進化的充分兼且必要的條件 沒有文明就動輸不到進化 於是文明非常重要 在主變這個邏輯上我可以理解到 粵方一副基本上沒有接觸這個問題 但在後段你們很強調的就是 我們所有的角度都是以文明的發展 去到作為比較的根基 這點就出現了問題 首先第一和你們前面有少許不是完全對聚 有少許走火入魔的部分 第二也是延伸到甲方在後場對你們最痛的一個問題 就是為何我們去比較這條變題 我們所有事情都要以人類的角度去說呢 在甲方的理解 當然我理解你們越方的角度就是 其實你們並不是人類的角度 有人類中心有動物中心有可能大家平等的 有不同角度 但問題就在於這裏 就是你們說法上 你們說法上一直以文明 一直以東西方 這些人類的地域或者不同力量的劃分 很強烈 給予甲方乃至評判一個很強烈的感覺就是 你們說話以人類的角度去出發 哪怕事實並不是也好 這是你們說法上要小心去調整的地方 你們後場有少許走火任務 引致你們為自己淘添了很多不必要的負擔 大致主線上的少許意見就是這麼多 然後可能簡單說一說不同的見位 首先主辯 雙方主辯 我剛才一開始說的架構是非常完整的 但是粵主 老實說一句 粵主我覺得在入檢前的內容其實是比較偏短的 你兩個end point 第一個end point說人類、月動物各有價值 這件事捉得漂亮但是不夠清晰 我期望你稿件的攻擊力可以再痛一點 問他各有價值不品同月 不是,各司其職不品同月 價值相同 這件事我是期望在主辯的第一個end point說出發出 但你隱藏到的消息在裡面 但是不夠清晰 這個是稿件上去吃得更好一點的地方 然後一副月一 剛才稱讚過了 不再多說 正一其實我覺得你要小心一點的就是 我理解為什麼你會覺得粵方他們是說單一角度 但你要仔細一點聽他們說 月方到底說他們的比較標準 他們的比較平台是什麼 特別今天這條辯題說價值高低的評斷之下 標準是顯得尤其重要 你聽錯了 有少少打倒錯的感覺 這件事對你來說很不利的 之後要小心一點 然後去到二副 二副開始我覺得雙方就 然後就是基於剛才的問題 二副兩位基本上陷於出國的程度 雙方也是開始不回應對方的問題 就是開始不斷說自己的事 隔方就是不斷重覆角視其積 月方就是不斷問 不斷問 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當月方知道隔方不想應應你的問題 那時候 你其實在二副已經可以開始釘下過你的工作 因為現在不是沒有 但我覺得你可以再做得多一些 這樣會令到你們去到台下發問,因為對你們結辯疏你全場會做得更好 接著單挑,我覺得甲方單挑其實有點太早 你們發起單挑我沒有記錯的話,好像是一副二副中間的位置 但在那個位置你們其實是沒有一個新的說法去贏對方的情況之下 你們這麼早發起單挑其實是有些不利的地方 因為很明確地看到一點就是你在單挑裡面講的內容和你前面講的內容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當然,粵方拆不了這是另一回事,但你們單挑一個很重要的拿分機會就是用來拆掉對方的東西 去建基於一些新的資訊去打死對方的東西 你們在沒有新資訊的情況之下,用以前已有的東西去打對面這件事對你們來說其實是浪費了這個機會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粵方身上,你們的單挑其實也不是說打得特別漂亮,老實說一句 我覺得發起的不是特別漂亮,所以你們在發起單挑的時機 你要整理完,你們有什麼資訊可以用在單挑當中 之後才確定單挑的時機,這是你往後要學習的任務 接著去到台下發問 老實說雙方的台下發問今天都是很主線的內容 雙方的第二條台下各自都有些有殺傷力的問題,我覺得是值得欣賞幾精彩的 雙方的第二條台下,各自的第二條台下都好 是很巧合的,就是兩邊的第一條都是一個基本上主線講主線的東西 而問題一般般,但是也有一個讚的地方就是正方,不好意思 粵方答台下我經常都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發言 例如說人類不是工具人之類的東西,這些是很有趣的說法 我覺得這些風格上的東西可以保留下來之後 最後去到結辯了,我覺得粵方的結辯其實是做得不錯的,的確是 隔方結辯並不是說你內容差,內容上的梳理 那一個更加清晰的框架就是,你一開始就點出了一個問題 說判斷價值有很多種不同的種類 但是我們就是要從這些不同的種類當中,尋找出當中真正有價值的點 然後你可以很清晰地給我一個三大問題的框架 這個框架是很有作用的理解 相對地來說,隔方結辯雖然都有類似的框架,但你的框架你遵從 你用得不夠嚴謹,以至到它的後段其實很散,隔方結辯 這個是我覺得隔方結辯稍差一點可以再進步的地方 那我大概評價就是這裡 都很欣賞這麼多位同學今場的表現,多謝各位 麻煩了蘇評判 之後我們有請香港科技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長,林維俊先生 Hello,請問聽聽清楚 聽清楚 肯定學了頭 這次一位評判都說了很多,都很有價值 所以我就稍作補充 坦白說,這些價值辯題呢 首先要辛苦大家 因為10點起床 去打一條,究竟人類和動物之間 這個價值高的這麼哲學性的辯題呢 其實是辛苦的困難的 大家都很努力去找很多不同的資料 去最後一場比賽,所以都辛苦大家 而很坦白說 這一場大家的很多的爭拗 很多的價值上面的討論 你說本質上不是衝突 其實我覺得本質上不是衝突 是的,我覺得要思考一件事 就是,你問我呢 我覺得今天甲月雙方說的價值的判斷方法呢 我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處理手法上我有意義 但是,在本質上是沒有意義的 你討論生態價值,沒有問題 你討論那些中西方對於價值的取態 我也覺得沒有問題 是的,因為價值本身呢 就很難是錯的 除非你那些扭曲的價值 所以,在這場中,大家要討論的是 如果想在這場比賽中 如何處理一些 這場好像泥漿漱漱漱漱的感覺呢 首先,第一就是 有沒有真正在別人的 講的那種價值裡面進行討論 好了,我去到生態 這場講得最多 因為今天甲方也很停留在講生態 那就是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今天整場甲方最大的問題 就是,究竟一件事有價值 是否等同於兩件事的價值相等呢 OK 第二件事就是 究竟一件事 它有存在的價值 是否等同於 它的價值的必然是和其他人平等呢 這個是我對於甲方去審視價值這件事上 是有點問題的 為什麼呢? 你跟我說生態價值 因為呢 那些樹會 光合作用 OK,你不是說樹 他們說魚啊 說那些 蜜蜂傳播花粉啊 你說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動物 在大自然裡面的 各自的角色 但是 各自的奇蹟 是否等同於平等地位 拿一個差一點點的例子 這是不是一個好的例子 例如說一間公司 那些 那個 老闆當然是看數啊 去決定公司的決策 各私奇蹟 他們的地位是否平等呢 坦白說 我覺得不是 看你怎樣看 我想大多數都覺得不是 因為 它有它的功能 就是老闆不掃地 是否等於老闆 就是 大家之間有各自的特色 大家各自間有 安排了不同的工作 但是 問題是 是不是這樣就 已經足以論證到 兩者之間的地位 不要地位了 他們之間的價值是平等呢 那樣東西 他們所產生出來的東西 都不一樣 那其實又不是可以說 他們是平等呢 所以 我覺得的是 生態是我本身不反對的 我真心是不反對 生態這個的 價值取態的 但是你要說得出多一點點 例如去到後面 對面會覺得 科技都可以做到那種 動物本身那種的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 不錯的嘗試進攻的方法來的 對於粵方來說 那甲方你就要思考多一點點 就是第一 你 講生態上面 究竟 其實我覺得後面有什麼好 那種 前面本身都有想落的 就是那個生態平衡這件事本身 就是說 大家都是這個 地球的住戶之一 大家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優勢之分呢 就是那種的平等 除了大家在功能上面 有不同的貢獻之外 究竟他們怎樣是 互相之間的共生的關係 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而不是單純說A A了一件事 B了一件事 而是 大家互相之間是依賴的 你就算說植物 就是單純作為糧食也好 它都是一個基層 去幫助上面的人的話 其實大家本身之間 應該價值上面 是沒有任何的高低之分 如果大家互相依賴的話 但是為什麼老闆和蘇地亞審 不是一個好的例子 因為他們兩人之間 不是互相依賴的 也有的 就是蘇地亞審要依賴 老闆出糧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個高低之分 就是因為一個出糧給你一個 但是 他們本質上的工作 在一間公司的營運上面 我不要說蘇地和什麼 你說會計和老闆之間 一個做決策 一個做審批 兩月之間 在那個工作職能上面 是理論上 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或者工作職能上面的價值 是不應該有這麼大的距離 所以你可以想到一步 就是 究竟 無論是一個生態也好 一間公司裡面的運作也好 他們的 富裕的職能之間 之所以平等 不是因為他們有產生到價值 他們之間的 平等 是在於 他們究竟 他們的職能之間 有沒有互相的 互相的幫忙 互相的共生關係 才令到整件事變得完整 我覺得是 這些是有嘗試提過 但是我覺得不夠的 是 因為到後面就說 動物都有價值 各施奇跡 為什麼不是叫平等 有價值 不是等同於平等 這是兩個概念 反過來 我覺得今天 甲方嘗試跳進去月方的討論 相對來說少 而 雖然今天 其實月方 雖然說 我們東方一個 西方三個 但是 你問我 究竟 實際上 那個價值上的取代有什麼 其實我最主要有兩個 第一 是 所謂的文靈發展 其實你嘗試去前面 用一些語例去說 宇宙發展 的衡量標準 就是文靈的發展 那 我沒有什麼 就是 我覺得我不會特別去 斟酌這個位 你這樣說 那對面不搏理 那 我又覺得邏輯上 又不算有特別大的問題 就算了 你問我 是不是很好的說法 其實不是的 因為有一個人 我當愛爾斯坦 他說 我們 宇宙要發展文明 那麼 他這樣說而已 其實他不是很 宇宙的發展 宇宙的發展 真的要文明 因為宇宙會自己 不斷地膨脹 我不是很熟 天文學 但宇宙應該自己不斷地膨脹 宇宙本身的存在 那種 你道家 這樣說 究竟宇宙 那種 虛無 究竟那種東西 究竟是 價值意義在哪裏呢 那種要探討的 是更加複雜的 但是 不過今天 兩邊在這件事上 沒有太大的爭拗 那我當著 宇宙的價值是文明發展 那還有 第二就是 究竟 他那個 是 我稍後有抄到的 是那個 叫做 內在 是不是 內在價值 就是 他自己本身 那個追求是甚麼 就是說 動物就是 為了 弱肉強食 就是為了爭老婆 OK 我不知道為什麼抽這個字 OK 然後 去到人類 那就會是 追求更高一層的東西 或者他們會 創造更加多 OK的 我覺得都是那句 就是 我對於今天雙方提出來的 準則 或者提出來的 思考的角度 我都是不反對的 但是我覺得 第一件事 就是甲方可以嘗試 去對面的東西來講 你是不是沒有嘗試過呢 不是的 但是 不在位置上面 就是單挑 螞蟻都有文明 為什麼螞蟻的文明 就不夠人類的文明 價值就不夠人類文明 第二 在宇宙的面前 就是 人類甚至乎都不能夠 衝出大氣層 在別的地方生活 在別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文明 你就跟我說 人類的文明 價值就高於動物 現在現時所有動物的文明 這樣好像有些 講不過去 在宇宙有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宇宙這個字 有點困難 就是 宇宙這件事的體量太大 所以 你把所有東西拍在宇宙裏面 都是小小的微塵 所以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 講到這麼高低之分呢 我就自己很有保留的 那 然後 然後 還有就是 例如說他跟我們講 那個工具價值 實不實用 那些 那些 其實我又覺得 又不是真的 不能跟他爭論的 就是 如果 都很簡單 如果你要衡量動物和人的 其實你可以 如果你想挑戰裡面的準則本身合理性 你可以說的是 如果今天我們要討論價值的時候 你問我 一隻牛 在公司裡面價值大不大 我價值不大的 他不會計算的 那隻牛價值不大的 因為他 不會掃地價 那所以呢 所以 動物的價值就低於人類了 如果你用公司的環境下 去做比較的話 那現在就沒有價值了 其實會有一點 跟你們本身的一些 防守的進路 就是 大家要去思考價值 的高低 優遲 或者是那種 優劣 我覺得是要思考的兩樣東西 環境 和時間 環境就是 你放在什麼環境裡面比較 大家在銀包裡面 拿一張20元和100元 你和我問我 兩樣東西 價值哪個高低 看你怎麼看 你如果單純是說 他們的物質上的價值 應該沒有太大差異 他們純粹用不同的顏色 以及用不同的設計 他們本質上都是一張面子 他們的價值 甚至是重量 都是沒有分別的 當然 你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自己查一下 查一下 之後 重量就變了 但他們本質上的物質價值 應該沒有太大改變 但在精神價值 或者在經濟價值上 因為在社會上 我們賦予他們 法定貨幣的價值 所以大家知道 100元 可以買到一些東西回來 那個購買力 那就是價值差異 所以 大家去思考的時候 其實像他一直說 醫生的價值 但我們在衡量醫生 和一般人之間的價值上 我們不會輸打贏搖 現在政府有一點 輸打贏搖 就是那些 哎呀 動物做不到 我們不討論 動物畫不到 我們不討論 那些價值 是人類的價值 我們不需要討論 人類做到火箭 動物做不到 不需要討論 因為動物做不到 就是不討論的原因 這樣是輸打贏了的 我覺得 但是你問我的話 即是你去 就算你去維持一個社會上的運作 也好 動物是沒有價值的嗎 不是的 你平時在吃什麼 你不是吃的動物 那動物為什麼會沒有價值 為什麼作為食物的價值 就必然更低 他不是說地位 說價值 是不是 糧食的價值 理論上是很高的 跟你科技發展相比來說 你可以用這些方法去打他 我不是說你要必然贏得到 這件事 其實未必贏得到 只要你讓評判知道 你不是很明顯地去 還是單講生態 不講其他 因為 他價值的高低 和他地位的高低 我覺得沒有一個很必然的關係 雖然聽來好像很有關係 價值高一點 好像地位高一點 因為地位低一點 但是不是的 因為例如說 勞動社會裡面 勞工雖然地位上未必高於 勞工的地位 未必高於執政者 但是價值上來說 整體的勞工的價值 所產生出來的社會價值 未必低於一個執政者 所以我覺得去處理變態的時候 尤其是價值變態 是沒有絕對的對峰錯的 你不會有一份料可以打倒對峰的 所以 我建議大家嘗試 再多少跳入對方的角度 當然 你一來可以稱一稱對面 那是甚麼 很重要去討論的價值 二來的 其實你都可以去 在別人的價值裡面 去看自己那邊 其實都成不成立 去進行討論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有少少回避 而 我再補充多一句 我剛才說的是 隔壁去到後面 是有少少走過入魔的 本身前面 我都覺得拿捏得不錯 去到後面 也有少少走過入魔 例如說 截變 有個 我不知道是我認識錯 還是甚麼 你便說 蜜蜂之所以會傳播花粉 有可能我看到這個價值 是因為我們人類有攝像機 去拍攝到它 我們才知道 所以 其實我們沒有攝像機 或者那些東西 它的價值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但這件事 可能我自己有些前因後的錯過了 但至少我有這個說法 這個說法上面是有些錯誤的 就是第一 你看不到 不等於它本身沒有價值 第二 就是 你這樣說 動物的價值是由人類的觀察所賦予 或者人類的 幫它由生物學上研究 才賦出價值 我這件事不是的 就是 人類的觀察是 因為基於它有價值 然後我才觀察到它的價值 一個總結和歸納來的 而不是因為它本 不是因為我總結歸納完之後 它才有價值的 應該有一點點不同 還有那些 去到台南法文 總會有一天 宇宙要爆炸 我們討論的是 誰能夠帶到人離開地球 宇宙爆炸面前 或者世界每天面前 應該是眾生平民的 你問我的話 都是層歸層的 就是究竟人類 至少現在這個狀況下 是否能夠帶出整個物種文明 能夠脫離到這個 宇宙大爆炸呢 就是我自己覺得有些保留的 是的 我的評語大致上是這麼多 那就把時間交回比賽會 是的 麻煩了 林評判 最後我們有請聖工會 梁桂爾中學許可教練 大家好 首先 多謝我受歡迎的邀請 還有 剛才兩位評判都說得很精彩 我都是長話短說 首先就是甲方方面 我覺得這些的 我覺得有些哲學的辯題 其實下一個定義是很重要的 就是可能你要跟我說 對於你來說 究竟價值是些什麼 什麼為之平等 價值我聽到的就是你們覺得自然很重要 就是大自然的環境 生態系統 整個的生存環境 就是那個的價值 就是動物的價值 但是 為什麼是平等呢 其實我不是很聽到的 就是你當中那個 平等的權 就是我想聽到一些 可能關於權利 他們有些什麼是跟人類是平等 這件事情我覺得 甲方其實是沒有的 其實我有想過 會不會是講一些生命的價值 或者生命的權利 對於他們來說 是跟人類是一樣的呢 但是我 只是見到你們很專注在 一些生態系統 接著覺得人類的發展 地球的發展 我就覺得好像 稍微放得太大了 如果是回歸動物的本身 會不會是可以再講得好一點呢 這個就是我第一個意見 那第二個意見就是 我覺得你們的徹例實在太多了 因為你們可能去到 剛才評判沒有講過 一些螞蟻的例子 那其實 雖然呢 不是說一個人說完 就等於這件事情 必然等於 但是我也想聽到一些 可能權威性的說法 去支持你們所認為的事情 如果不是的話 或者其實聽到一些徹例 可能其實 我都會覺得 你的比較的平台都不一樣 就是說 別人說人類的文明 你說螞蟻都有文明 但是兩樣東西是不同的 就是大家在說那樣東西的文明 其實是不一樣的 雖然都是用同一個語言 所以我就認為 如果可以是在同一個平台下 比較會較好 而你用徹例的方式 就會令到你的比較平台 就會有些失焦了 那之後呢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甲方很喜歡說 我們不可以用一個單一的角度去看 我們很宏觀 這個是你們前場的說法來的 就是主編他們一副都在用這個說法 因為你們覺得 現在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 你們覺得 現在這個世代 用很多人類的標準去看這個世界 那所以呢 我們是 是要以一個動物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 那首先我有兩個質疑 第一個質疑就是 其實你用這個說法 是不是都是用人類的眼光去看呢 那其次呢 第二個質疑就是 而你們只是 其實你們都只是說自然的價值 是大於人類的嘛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原來你說的這麼宏觀 但原來你都只是在看動物的時候 那你的雲觀 究竟雲在哪裏呢 那這個就是 我對於 你們那個立場上的一個看法 那然後其實 剛才評判也一樣覺得很好的 就是你們說 角色奇色方面 就是你們覺得 人類有人類的貢獻 動物有動物的貢獻 那所以它就是平等了 那麼簡單 那首先 我還是說一句 我不明白他們平等了在哪裏 因為你沒有說到一個 平等的一個 那個範疇是什麼 你沒有特定去界定這件事 那第二件事就是 好像一間公司那樣而已 我們都是角色奇跡的 但是你不會說老闆 是跟我員工的地位是一樣的 就是你不會說他們是平等關係的 那所以這件事就有些 有些奇怪了 在我的眼中就覺得 這個邏輯好像有一點點不對 那所以到你們的final cue 你們覺得不同動物對於 對於地球的貢獻 都不同 那人類的貢獻都不同 為什麼他們是 為什麼 就等於人類是高於動物 那這件事就 問出來就很奇怪了 其實 這件事不是必然相同的 但是你說到好像是 是有些關係 那 但是因為其實好像我剛才的例子所說 角色奇跡不等於是平等的 那我就覺得這個位置就是你們主線上 你們雖然拿來做了攻擊位 但是 不是你們最強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思考主線上 就要想清楚 確定的問題 和你們立場的問題 而且和你們攻擊 或者最強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對隔方的 少許的意見 那越方方面呢 你們這條片是 動物的價值是 是似於人類 那我覺得你們是容易過隔方的 因為你少了平等這個字 你只要需要去衡量價值 並且低於 就已經可以了 那 價值方面 其實你們說的就是 文明 那你們覺得文明就是最重要的 我聽到整個場 其實就是這樣 而你們主變 我稍然是覺得你們沒有一個尺 去跟我說 究竟你們今天是 整個場變態 整個場辯論比賽的行為標準 準則是什麼 要我自己去聽 那我就覺得 有點辛苦的 因為 你知道 其實很多標準都會游走的 每個位置都說得不同的 那我比較想看主變 就已經聽到 那 然後 你們就覺得 有個說法 我覺得有點奇怪的 就是你們說 動物呢 就是一個弱肉強食 因為他們是沒有一個道德價值 沒有一個道德判斷的標準 所以他們只是會弱肉強食 然後不斷地循環 所以他們就低於人類 但是其實 就是在現在這個現實社會 其實 誰不是弱肉強食 那如果你按照你這個說法 其實動物的準則 仍然都運用在人類的社會裡面 那人類是不是就等於低於動物呢 就是如果是這個說法 那我就覺得 有一點奇怪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說 其實 那 然後 還有一件事 去到後場 好像義父 你們有個說法 是說 因為動物是 本能 就是他們是本能去做某些事情 所以他們就沒有人類那麼好 但是其實你也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本能就是差 其實人類也有很多本能的 我們有 反射的動作 其實這些都是一種本能 對我來說 就是 我不知道 可能我擺我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但是 對我來說 我覺得人類某些本能的東西 都仍然存在 因為其實人類和動物 其實人類和動物很相似的 純粹是我們進化了 就是演化論來講 我們有所謂的道德判斷 我們有了所謂的自我實現 所以我們 就呈現了這些內在的價值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其實你們應該多說一些內在的價值 就是你們應該多說一些 為什麼我和動物是有分別的呢 因為其實 這條片是很困難的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開波是有想過 其實動物和人類 為什麼不是一樣的呢 但是 當中不是一樣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有一些內在的價值 就像你們所說 在你們主線當中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多說一些 的 而不是你們說一些人體極限 因為你們第一個點 就是開了道家的一個 齊密論 你們覺得人體有極限 要突破這個形體 形體的極限 但是其實我覺得你們的推論 也有點奇怪 因為你們說 動物死了之後 就要成為人類 這個是你們所謂的進化 就是那時候 道家的思想 人類就會成仙的 但是其實 按照你這樣的說法 如果一直這樣進化下去 他們都是一起突破這個形體的極限 那為什麼就等於動物是 刺於人類呢 就是大家都在突破的 而你的點子只是說 突破人體極限就已經是 已經是好的 那這個點子 我就覺得可以稍為想一想 而且去到後面其實都沒有什麼 發揮 那倒不如你們直接把 實用性和內在價值拆開來講 那你們的主題也不需要太忙 因為你們的主題其實 好像剛才第一位評判所說 你們的背景是真的略然不足的 而且反駁上 就是我感覺到是有準備過 但是因為稿件上實在太長的關係 導致其實都差點超市 那我就覺得 會不會在一些論點上 都可以再考慮一下 究竟要怎麼擺呢 就是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呢 因為你擺了項目一 我以為很重要的嘛 但是去到後面 已經又不太聽到 那所以就我覺得可以再想一想 那跟著 有一件事的就是 剛才第二位評判也有說一些 宇宙的貢獻 你們說的宇宙很大 那我就會在那裡想 你們說宇宙的貢獻 那為什麼宇宙的貢獻 那為什麼宇宙的貢獻 只是在說文明的進化呢 因為宇宙對我來說 那地球 其實是很大部分都是由環境組成的嘛 就是如果對面 問回來說 那地球的發展 會不會其實都是 就是地球發展好 會不會都是對一個 貢獻呢 就是在這個世界上 那如果環境好了 那為什麼不是一種貢獻呢 那你說的 宇宙的貢獻這麼大 就是我會有些質疑 那宇宙其實都應該包圍地球 那地球的貢獻 好了 那為什麼人類的生存環境好了 那為什麼動物是不會 那個價值是會高於人類呢 在這一點上 再加上你看到人類其實也有很多污染 按照你這麽說法 文明的進化嘛 那你工廠能否立這些污染問題 那你怎樣解決呢 那你說設立法例 那不是設立法例 就可以解決到的嘛 要不然那時候 不會有空氣污染 就是這些的說法 那雖然對面沒有出 但我也覺得要想清楚一點點 而且其實你們很喜歡用一些 預例的 就是可能愛因斯坦這樣說 就說原來人類 就可以令到文明的進化 那但是 首先我覺得 context 上已經不同了 因為他是一個科學家 那可能他是想說一些科學上的進化 那 如果我是對面 我會多問一點點 就是究竟他是什麼 context 下 說這件事呢 為什麼 他會在那時候說這件事呢 他是不是真的在 就是站在看到動物的權益下 然後說這件事呢 那我覺得大家出這些例子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點 所以雖然是有利大家的說法 那但是 有時候也要再斟酌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要這樣說 那然後 那然後 我覺得呢 大家在辯委上呢 其實都 有回應到對方的 那但是 就是好像剛才評判所說 就是 我都覺得 甲方的回應是較少的 而且說法都比較單一的 那我的建議就是 就是想多幾套究竟說法是怎樣 一副要怎樣說 二副要怎樣說 然後 那個說法是要不同的 而有進程的 那我覺得這種也是一種 思考上的訓練 那 那 我其實個人呢 聽到在台下發問呢 第一條問題 應該是正方問的 就是他問了 兩條問題的 其實那一條台下發問了兩條問題的 第一條就是問了 那 究竟 為什麼動物和人類 是不是平等的 那 然後又問了 那為什麼又正是以人類的角度出發 那 我覺得以一種辯論的角度來講呢 其實這個是 是 是 是不太好 因為你問兩條 兩條問題 就是double question 人家可以假條來回答的嘛 那 我不知道你是 我不知道你那個 只是一個口誤 或者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問題呢 就 最好你鋪完背景 就要問那條問題 而不是再 啊 去反問 因為你不是在打反駁的嘛 你是在問一條問題的嘛 而 問題最重要的本身就是 那條問題嘛 但是如果你問了兩條 那如果別人有選來回答 那 就是選一條簡單點來回答 我覺得在策略上 這件事是不可取的 那 也都想大家留意 這樣 這個就是我的意見 但是我也欣賞大家找了很多資料 而且這條不是一條簡單的辯題 而且是雙辯題 哪些論證責任 都是一樣 所以 都 欣賞大家的付出 那我的評語就是這麼多 麻煩了 許評判 如果分子 仍然在核分的階段 因為你分子剛才都出現了少少的問題 那 可能要請雙方學校和那位評判 要再稍等一會 女兒 請說 很有雙方性 都可以 有 是 那 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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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